鐵皮工廠全面燃燒 大火竄出 沒人敢靠近 只有消防員衝鋒陷阱 一下破門 一下拉水線 不顧生命危險 但台中市卻有消防員向議員投訴 消防局一口氣通知300位同仁 要回收他們的危險家計 總金額約300萬 其中還有人被要求 吐回22萬的津貼 讓他們無法接受 事件曝光後 消防員擔心被處分 一句話都不敢說 而中市消防局解釋 遵循內政部公文 這些消防員在2014年到2018年12月間 正在禁修接受專業救火訓練 所以才會將一級危險家計降為二級 並不是懸額追回 超過一個月的部分 才有給他們扣腳 那在一個月之內的話 是沒有扣的 依照家計表 這個是上面的 上級的法令規定 他來認定 是有他的理由 消防局認定 受訓期間沒出勤 依舊照著公文收回津貼 但一名消防員抱怨 受訓期間還是有參與 臺南大地震跟山南救助 並沒有因為受訓就閒著 突然被追討家計 感覺被當成提款機 基層無奈 心在搪瀉 記者臨家慶李雲傑 臺中報導 天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